大家好,我是小徐 今天是我们家里面狗狗病毒爆发的第三天 然后今天基本所有的狗狗全部都打了针 而且每一个房间的狗狗全部做了物化 打完灯之后全部把它们放到屋子里面做物化 这个是我们屋子里面的狗狗最严重 然后我们屋子里面狗狗今天是打了第三天针 然后狗狗再做了一把双物化 今天再继续做物化 现在已经人间很多了 医院有26只重病的送到医院了 同时还有一只就是8月 去年8月份救助的都是这样找了一个肿瘤 然后给它削了四斤重了肿瘤 然后就在这几天它的肿瘤又复发了 又复发了 所以让肯医生今天下午回去 8月又带到医院去检查 如果能治疗 这给它治疗一点 如果治疗没有意义 我也就准备放弃了 今天经历了 像这次200多只狗狗 搞的所有人都基本精疲力尽 包括医院 家园里面的每一个人 基本上都精疲力尽 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治疗的整个过程 谢谢大家 这次基地可能遇到了其所未有的麻烦 一个基地260多只狗狗 全部都生病了 而且是一夜之间全部传染了 狗狗半咬高烧咳嗽肺炎 支气管炎 今天是发病的第三天 然后发病第一天走了两只 早晨走了一只 晚上走了一只 一些重症的 全部都送到医院了 目前医院有26只重症的 然后全部你看 全部都伴有高烧咳嗽 然后就是目前为止 医生就是来到我们家园这边开始控制 来了四个医生 有两个医生来了两天了 然后后面昨天又来了两个医生 他们把药拉了过来 然后把机器误化器全部拉了过来 在积极的给我们控制着这些狗活 可能这次来说 对基地来说是一个 特别大的大麻烦 整个基地260多只狗没有一只避免 根本就没办法隔离 而且这个病有人问我怎么要去避免 有没有打疫苗 他跟打疫苗没关系也没法避免 因为他是空气 空气传的传播开的 所以再加上气候问题 然后大家就是尽量狗狗能少出门少出门 最近像这样咳嗽 然后身边的狗狗很多很多 不只是我们这 基本上整个 整个地区许多狗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大家就是尽量能避免出门的 就不要出门 这是一点 第二点就是一定要勤消毒 只要有一只狗狗生病 全部都会传染 而且很快速度 可能说是一分钟 也可能说是十分钟 上百只狗就传染了 然后这是医院来的医生 医生来了三天 今天一直在控制着病情 把整个医院库房里面的药 全部拿过来 被唐医生把人家种年的药 全部拿到我们这了 现在真的要感谢医院 同时也感谢当政 感谢种年的每位员工 对我们这次积极的帮助 然后给狗狗积极的治疗 不然真的后果不堪设想 现在已经打到同生这个区域了 反正又得打到晚上 因为今天医生比较多嘛 医院又给我们争了两个医生过来 然后咱们的组织医生 康医生也过来了 所以今天速度也比较快 然后别打别做物化 打这个区域 然后打完了另外一个区域 就开始做物化 就是一边误化一边打针一起 现在报告的是唐医生 手术室的人都来我们家园了 这几个小伙子真的累坏了吧 他们 早晨 你们早晨写来疼吗 是吗 头疼 哎呦 我今天写来红绳感觉不自在 好 那个沙漠也比较严重 基本上是所有的狗狗都打了 打完之后 然后就给他们做那个物化 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做物化 现在小庄岳区域正在做物化 再撑上一下吧 看这都是派的药 打了两千多针了 光针筒用了两千多针筒了 一只狗打五针嘛 我女儿的婴儿床 这是我女儿睡觉的床 我女儿的婴儿床都用来当工作台了 我女儿在那 给你们看看物化的物质吧 像这边的话是今天第一批打针的治疗的 然后这边开始做物化 跟我们打针同时做物化 这样就是恢复的快一点 目前的话就是狗狗病重的 有一只战神 就四五只狗狗比较病重 然后昨天晚上病之重的 跟他们物化完 然后打完针 今天都好多了 今天又新出来几只物化 就是青春的体质病重了 他们只要说是打完针 全部都关到屋子里面 把物化机打开 用药给他们开始物化 外面基本上区域里面就没狗 我得给大家看看区域里 像区域里面就一只狗了 全部都关到了房子里面去物化 物化因为好了快一点 这次的事情发生了也挺重 也挺急 但是感觉也积极治疗了 然后像有些狗高烧的已经高烧到四十多度了 现在还要高烧到四十多度的狗狗 高烧的其实给他治疗 然后就是给他用药 医生他们也是够辛苦的 工作人员这几天也是特别辛苦 但是为了这两百六十多的生育 辛苦一点也没办法 今天是病发的第三天 第三天目前为止就死了两只狗 从病发到现在 今天是第三天时间 就第一天走了两只 走了一只小奶狗 无敌的孩子 然后走了一只老年去明月 明月走的时候那一刻真的是让人 心里面忍不住往处流泪 明月走的时候 人家走了 对着我摇了摇尾巴 最后走了 摇了一下尾巴立马就走了 明月是让我最难受的 今天完了唐医生会回去 因为唐医生的病病例比较多 然后医院也比较忙 再加上他老婆 他孩子要出生了 所以唐医生下午就回去 然后下午回去留三个医生在 控制住了什么病例 用什么药剂们都知道了 但是还是乳腺肿瘤 还是乳腺肿瘤 恶发恶性了不及这次 大概不是恶性 这是去年旧的八月 八月当时肿瘤特别大 然后给他割掉了 割掉然后这次又复发了 复发了这几天不怎么吃喝 然后刚好医生这几天来我们家园 治疗狗狗控制病情嘛 然后让医院直接带回去 带回去看看能不能救的下 尽力吧 每只狗都咱们尽力 放车上吧 唐医生刚好回去 让唐医生开我们的车回去 把它拉下去检查一下 这个区域全部打完了 一共25只狗 25只狗有19只狗发着高烧 19只最低温度39度6 最高温度40.4 有19只正在发着高烧 打完这边的再打另外一个区域 还有两个区域没打 这只真的是雷尸的熊熊 不能掉以轻心 另外25只狗 高烧着19只 只有6只不高烧 正常的 但是精神各方面吃喝都很正常 下一个区域现在去 就剩40多只狗没打了 就是我们屋子里面 的狗狗打完这天就结束了 然后还在做物化 一个屋子里面要做一个小时的物化 就是每个狗狗屋子里面都有做物化 这40多只狗 这有两三个小时就打完了 因为今天人多 然后开始的也早 早晨9点到现在 然后中午的吃饭时间 我们要出去急急忙忙的 吃了点饭就回来了 第一天打到了晚上 凌晨两点多 昨天晚上打到了12点多 一点 今天可能是要稍微早一点 那这个我咳呢 乐乐 乐乐还有点吃 放开也就变了很多 哎呀 那边还有一大堆呢 进来进来 全部进来了 爱增了 他咳吗 打扮了就 对谢谢大王的 大王不要大王不要 这基本上都辛苦了 这几天包括我老婆也是 我老婆也一直忙的 身上也被狗咬了一口 都被狗咬过 因为狗太多了 基本上这几天 每个人都被狗咬过一次 不管怎么样 把这只的冰淇淋都真的辛苦 太多太多了 太幸福了 谢谢 谢谢